晚上也睡不好 诶 别忽视长期身心压力哦 你需要放轻松 找回好心情 推荐你天天补充快乐益生菌PS128 经科学研究证实专利菌株PS128 可以调节内在压力 舒缓心情 还可帮助入眠 打造快乐体质 面对生活挑战 全台使用者超过九成有感回馈 立即搜寻快乐益生菌PS128 您好 我是证券公司林小姐 邀请您加入标股粉丝社团 让财富增值 注意 这是假投资真诈骗陷阱 诈骗集团透过电话 简讯 手机通讯软体等管道 宣称短时间让你赚大钱 诱导民众加入投资讨论群组 千万别上当 提醒您 投资不听来源不明资讯 不加陌生群组 不用保证获利APP或投资平台 吉保结算所关心您 我是指挥中心罗一军 若曾接触确诊者或自觉有风险 且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 就建议快筛 快筛阳性者可透过视讯诊疗疗 或前往社区筛检站与医疗院所 由医师视讯或现场评估确认 如符合65岁以上或慢性病等条件 由医师评估后开立药物 请遵照医嘱服药 疫苗打三剂一起做防疫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吃饱 吃巧 吃国产米食最好 12月17号到18号 农委会邀您再会来甲崩 来曾透府前北侧广场 实践全民食农理念 认识多元米食 选出你的米食明星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提供 吃饱 吃巧 吃国产米食最好 12月17号到18号 农委会邀您再会来甲崩 来曾透府前北侧广场 实践全民食农理念 认识多元米食 选出你的米食明星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提供 走路狂狂 别弄啊 你需要提升行动力 我是圣汤制药李威柱博士 被凭顾官示针 通过国际认证及76年制药经验 内含归入萃取 不要糖胺 暖骨素 胶原蛋白 四种灵活元素 滋润保养超有感 登上百月不是梦耶 顾官示针陪你逆转人生 全台驱城市大树药局及 盛昌合作通路贩售中 存股足必备 00919群艺台湾精选高息ETF 是国内首档 全股因子纳入企业EPS成长率 近六年指数平均值累率超越8% 让您领高息又想股价成长 聪明存股 唯一指定00919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音响月公开说明书 我是PWC创新咨询公司 董事长卢志浩 Jackie 市场需求的改变 商业环境的变动 以及供应链的重组 加速了企业数位转型的进程 企业数位转型除了系统架构的建制 更多的挑战在于组织文化和员工行为的改变 PWC提供兼顾商业策略与流程 客户体验 以及创新科技服务 协助企业客服数位转型的难题 脱胎换股 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邀请您与PWC 共同迈向数位智慧新时代 PWC Your Digital Partner 酒吧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受险 今年真的是流年不利 有防疫险的问题 又有净值大减的问题 金管会好不容易拆弹 金融资产分类 把它归到不用评价 所以净值的问题 现在目前解决了 但问题是 今天出来的消息 是获利出现大幅衰退 南三人受今天公告 11月字节获利 受到新台币 11月对美元大升 1.308元 升幅达到4.2%影响 南三人受11月单月税后 居然亏损了117.92亿 累计前11个月的税后 存益是371亿 也就是说 一个月就把 累计前11个月的 税后的存益 吃掉了5分之1了 20%左右 每股EPS降到2.69元 是六大受险中 亏损最多一家 事实上六大受险中 全部都亏损了 南三人受117.92亿 富邦人受亏了93.7亿 国受亏了89.1亿 台售亏了36.1亿 中受亏了32.44亿 新受亏了32.4亿 合计呢 六大受险总计亏了401.7亿 那你说这个六大受险 最大的这六家都亏损 那其他家就更不要讲了 一定是亏嘛 就亏的多亏少的问题而已 所以这个受险业 今年真的是辛苦的一年了 那当然自行车产业 最近也是爆雷 也是辛苦 看起来这个百业 似乎有一点这个 开始要出现大挑战的味道 不是只有半导体 今年电子时报 头条消息说台积电 虽然说11月营收 缴出了这个量力的成绩单 但预估12月营收 就会开始衰退 同时电子时报说 明年第一季台积电营收 业界看衰退至少一成起跳 那甚至悲观看衰退15% 说明年的7奈米的驾动率 可能会掉到4成到5成 5奈米的驾动率 可能会掉到剩下7成 这个到底是不是 是真是假 电子时报这样写 这个我们等一下 赶快来问一下林宏达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 我们YT同时直播 是财经双周看的 副总编辑林宏达 在我们节目现场 宏达你好 是莫娃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宏达也去了美国了 对 这个遗迹典礼 听说只有两位 这个台湾的文字记者 或 其他电视台 其他电视台 就是说这个文字的部分 就是 你是其中之一 你是其中之一 说台湾本来不让 就是说不同意去 后来马上政策大转变 又同意你们去 因为你没有写 那个采访计划 白宫拍板 白宫拍板说可以 是白宫拍板 对 那 等一下谈一下 美国型的感受 就是说整个你所见所闻 先来讲一下 那个兼电子报 这样的一个消息 你觉得呢 这个是蛮重要 我想 在沐豪的节目上 我们大半年都谈了 这个库存跟产能利用率的下滑 从这个承受智能开始 但是其实在几个礼拜之前 我们就已经知道这样的消息 我目前的了解 就是说再过一两个月 在明年一月二月左右的时候 可能台积电的月营收 就会开始反映这个 产能利用率下滑的这个现象 那确实会有明显的下滑 那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反映呢 因为晶片要做三到四个月 对 所以呢 当你知道产能利用率下滑 到他最后交货出来拿给客户打发票 变成营收 中间会有个时间差 那但是我还是 就主要是因为说 因为手机的这个需求不是那么好 所以它会影响到7奈米啊 这方面 5奈米这方面的这个需求 那我还是要讲说台积 那个业界现在的看法就是 其实台积电是最后一个落底的 那但是因为台积电的产能 他是这样 如果你放弃的这个产能 你要再拿回来你就要重新排队 所以呢 他砍单的这个 大家不会优先砍台积电 这是最后一个砍 所以在这个景气的循环里面 我认为台积电是最后受到影响 但是他是最先会看到反弹的 所以台积电如果到时候 营收出现了修正的话 代表这一步我们该知道的坏消息 应该到这里也反映到了一个阶段 那问题是说 他到底是一个L型 还是一个V型 还是一个U型呢 L型的话也代表它到一个阶段了 就是OK 因为确实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新的需求在哪里 那现在不只是这个脚踏车的 这个库存很大了 现在我们最近采访的了解是 其实IC的库存 也都是平常的量的两倍左右 所以你今天谈解封 谈什么别的东西 我都要先把现有手上的库存 降到正常吧 他不急着要先去金元代工厂投产 先赶快先把手上这些超额的库存 赶快卖掉才是重点 所以等到IC设计公司的这个库存 降到正常水位之后 才轮到金元代工厂开始 又开始在这个加码生产 增加就是一个景气循环 我们走到了这个阶段 现在大家很悲观 大家等新需求 让他现在看的重点就是 这个库存的水位会不会慢慢降 然后新的需求会不会让这个 接下来这个库存又突然变得过少 然后再重新加码生产 我们现在处在这两个阶段的中间 那明年台阶的EPS还能成长吗 这个法说会当中 为哲家是说明年还是会有微幅的成长 但是整个半导体产业 不管是台积电还是市调机构 大家看都是明年都是下滑的 整体产值 就不太容易成长 EPS不太容易成长 整个环境 但是台积电自己说 他明年仍然是会是成长的一个状况 他自己有信心就对了 不过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 这次你也到美国去 就随台积电这次的遗迹典礼去 那我看到那个外资 对台积电这次到美国的设厂 也都有这个不同的评价 有正面也有负面的 当然负面的话就是说 可能会影响台积电毛利率 同时让他的股东权益报酬率下降 那你的看法呢 那也有分析师就是说 怎么把自己最先进的资诚 摆到这个对手的门口 然后分析师又被网友围剿 说什么卖台不爱台 等等 我们不去涉及政治的这个角度去谈 纯粹就在商言商的角度去谈 你怎么看这样子的 这个等于说台积电到美国去 这真的会让毛利率的问题 造成这个那个ROE的问题呢 如果谈获利的话 第一个讲台积电去美国 其实不管是台积电内部的人 还是大家都第一个是没得选 为什么 因为今天你的客户 绝大部分都是美国的公司 你去看那个拜登的那个记者会上前面 这个第一个库克 库克不是自己个人来 他还带他的接班人COO来 两个一起坐一整天 整个从头坐到尾 这个记者会不是开30分钟结束 他是一个4个小时5个小时的一个活动 库克从头坐到尾 然后旁边NVIDIA 这黄仁勋 然后呢AMD苏志峰 这什么意思呢 就大客户都来了 代表对美国的支持 那你这个 你不要巩固订单的话 客户希望你去 那你要不要去 所以台积电就我了解 他这个七八成 很高比例的一个部分 他的先进制程都是卖美国的 那我们知道 台积电之所以这么有价值 他先进制程的占比 占到一半 而且获利很好 那如果这个美国客户 说我要分一点 给谁谁谁 对台积电厂都是不能承受的 所以第一个站在保护订单 维护订单长期存在 那你都还是要去投资 第一个 但是产能利用率那些会不会 就是获利率会不会下降 目前看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补贴什么时候下来 现在美国的这个晶片法案的补贴 再过一段时间 他们就会决定要发多少 这个发的数字 这是第一个影响的点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在成本结构 我前几天还跟我们同事讲 在亚利桑那州 其实你知道 张忠盟有谈到 其实台积电在美国 本来就有个厂 叫做WaferTech WaferTech WaferTech其实在海边 在港边 他有港 就是他离港很近 所以你如果台湾运的化学品 其实到港就停了 但是亚利桑那州在内陆 那所以呢 其实很多的化学品 是从台湾运的 运到这个不管Wa 还是哪一个港 你还在走这个公路 运到亚利桑那 几个月时间飘洋过海 再通过公路 运到这里 第一个成本绝对不如 你在海边嘛 而且你千里迢迢 大部分的供应商 其实还是在台湾 没错 那成本一定是比较高的了 那这个当然就对台湾运是考验了 对不对 希望台湾运可以 这个接下这个印章 另外呢 说熊本还要再扩第二场 这到底真的还假 台湾运是没有承认 我们这边等一下回来 再请教宏达 优良生医 女性维他命首选 一直有消息说七奈米会去 因为日本好像 不是很 很那个 很高兴台湾运去搞一个 那个什么 那个落后制程 不过这个到 十年前的制程 我在这个场合碰到了一个日本的会长 他就说 他们比较需要的是28奈米 其实到日本的另外一个问题 反倒是颠倒过来 你7奈米要给谁用 这个我还真的想不出来 因为你找不到需要这么尖端 他是去做CMOS嘛 CMOS不用用到7奈米 40奈米绰绰有余 可是日本日经 日经新闻就很不高兴啊 说我们日本补贴那么多钱 就搞一个十年前的制程了 他那你问他谁用这个7奈米啊 谁来开7奈米光照 谁花这个钱 那所以他是会7奈米会去吗 我觉得他们是要那个 他们想要要这个东西 反正都钱都付了嘛 对不对 但是我真的碰到了Murata 那个机械公司的一个会长 他就跟我讲 他们还是比较需要 比如说我的MCU 我这些 其实我用成轴制程是比较划算 比较合理的 如果是要先进制程 我觉得那是政治人物的想法啦 除非说你Sony真的要开7奈米 那日本干嘛跟美国合作发展2奈米 连日本人自己都跟我讲说 八个公司合在一起 你觉得这样子谁来当头 这样会成吗 他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嘛 对不对 对不对大张旗鼓的 你有看过一个人有八个头吗 控制一个身体 不可能吧 对不对 好像当年那个什么 尔利达的翻版 一个公司的决策 总是要有一个一致的 决策才能下决 尤其是半导体这种需要大投资 而且市场景气变化 你看我们都看到了 景气变化这么快的 如果有八个这个 八个公司都要根据自己的立场 来做决定 那很累啊 所以我想日本要做两奈米 需要时间验证 我们要准备一回广播室 我们先切回来 立即搜寻快乐益生菌 PS128 神时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财经双方副总编辑林宏达 我们谈的是台积电 跟这个台积电到全球布局的状况 那最近这两周啊 都在炒另外一个新闻 就是说台积电可能在日本雄本啊 也不是只有一场而已啊 现在要到这个设第二场 那事实上这个 台积电到日本雄本去设厂啊 先前我看到日经新闻的报道 很不以为难了 说日本政府补助了这个台积电这么多钱 日本政府砸那么多钱给台积电 就是说补助他去日本雄本社长 结果他搞来一个十年前的制程 他是用这个十年 我exactly用他的话 他说十年前的制程 搞来我们日本 说呢 我们日本政府还砸那么多钱 就放任自己的 整个半导体的技术退步啊 他说 想当年我们日本 在全世界半导体 可是number one的 当年东芝 Toshiba的那时代 哪有台积电啊 哪有这些什么美光啊 那就是全世界 我们日本是number one 结果我们为什么日本今天 半导体搞到今天 差点都这个产业都要覆灭了 先进制程什么都 都在这个外国人手上 就是因为日本不投资 日本的整个资本支出 不放在这上面 一方面骂日本政府 一方面骂日本半导体界 说呢 搞一个台积电来 居然也搞一个 十年前的落后制程 我看日清是这样写 我不要你认不认同 然后呢 现在又传说 台积电现在准备去 熊本社第二场 是不是因为这个压力呢 其实我有听说 这个日本政府 希望台积电 把7奈米移到日本去 但是这个东西 目前还在讨论的阶段 有这样的讨论 那但是我碰到一个 日本的会长 在这次去美国的过程 因为很多贵宾去 那他就跟我讲 其实日本需要的是 28奈米 因为你去看 日本半导体的公司 其实他们的强项 你说CMOS CMOS不需要7奈米做 CMOS是成熟制程的东西 这个部分 Sony目前在跟三星 在激烈的竞争 所以那第二个就是MCU 控制 比如我车子里面 很多控制晶片 都是MCU 这个东西 以前我说40奈米 这个90奈米也都有 现在换到28奈米 其实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赚钱 在商延商 其实目前台积电这个东西 是给他们28奈米 是很合理的 他甚至推到1612 很好用 那你要7奈米 一个重点 那日本之前有多少公司 有这个需要来开 7奈米先进的逻辑呢 我们都知道 日本的过去的强项是记忆体 那他在逻辑上面 好像没有看到说 有很多这种 你又不是像NVIDIA AMD这些公司 我需要跑很快的处理器 跑很快的绘图晶片 日本好像没有 在这方面 没有很大的一个需求 所以如果真的要 这个很高的先进的制程去 那客户不知道是要找谁 那这就日本人 他们现在在 就是说为什么 我们没有这种需求 就是说我们的产业 为什么没有跟上 就是日经在讨论 也是这个重点 那如果你讲说28奈米 那头续 那个Sony自己也有 那如果讲说 车用CMOS 瑞萨也有 那台阶要干嘛去 那他们的比较旧 像逻辑制程 他们最新最新 就到40奈米 但是我们现在要去的话 他就推进到28 然后推进到1216 所以还是会 还是日本最先进的制程 那日本为什么要跟美国 搞2奈米的合作 而且新闻也很大 最近日本不是有什么 银行团加上 那个所有的大半导体公司 组成一个联军 说要全力进攻 这个半导体的先进制程吗 我那个新闻也很大 这个就是张忠谋讲的 说全球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自由贸易的时代 已经almost dead 为什么 因为这都政府介入的 其实这些人不见得 真的那么了解 这个半导体产业 我举个例子 我们这次做了一个表 把这个日本的投资都进来 那各位都知道 其实我们台湾其实 这个是因为晶圆代工的 这个商业模式 可以吸引这么多的钱 我们才慢慢把这个技术练出来 可是其实日本到现在为止 你看到他还是 大部分还是走IDM 比如说这边美光投资 美光自己设计记忆体 自己做 就算IDM 美光研发中心在 亚洲研发中心 他应该是在 他在这边也有研发 广岛有研发 对啊 他那个1α1β 制程最先进的 你看凯西 他还是延续他过去 记忆体的这个传统 然后罗姆半导体有一些 他们基本上都还是IDM 所以这个日本的商业模式 仍然没有办法切到说 晶圆代工 我觉得各位要想 其实五年前 我去财讯的时候 第一次写的一个文章 就在讲台积电 其实什么时候 可以超越英特尔 那个时候在10奈米的时候 那所以各位现在觉得 台湾的这个技术是全球的一 但是其实根本是因为 我们有晶圆代工的这个模式 他可以让全世界的这个公司 捧着技术来跟你合作 因为他相信你 然后他还带钱来 带技术来 所以你就越练越强 我们并不是20年前 就领先全世界 是因为这个商业模式的关系 那如果日本 他应说我就是要2奈米 但是他没有相应的商业模式 那我是蛮怀疑 因为先进市场非常贵 那他这个东西能够持续吗 好 那我们回到台积电 你怎么看 明年整个半游体景气的 这个down turn的一个情况 对台积电的影响 还有就是他现在目前 你在这一期 财迅有写一篇很大篇的 就是台积电的这个全球布局 对不对 包括德国跟日本的对接 台积电真的也要去德国吗 有很多有蛮多人跟我讲这件事情 就是这是宣布的时间问题 应该是明年有机会会 更浮上台面更确定 确定要去德国 就是有相当多的布局 但消息现在都指向 应该会在德勒斯登 因为那边有个半导体的局 那他台积电的这个整个计划是什么 就是说他对接日本跟德国的 这个整个优势 怎么看懂台积电全球布局的盘算呢 我回到孟华兄刚刚问我 第一个现场景气 其实回到刚刚讲 江东某讲那两句话很重要 就是说第一个全球化 他已经是almost dead 自由贸易almost dead 就是说现在政府 美国政府也介入 日本政府也介入 欧盟也要介入 那介入代表他不是市场驱动的 我原来没有这个客户 没有这个需求 但我就是要 对不对 那怎么办 那但是这是一个新的现实 那台积电是这个晶圆赤照里面的领头羊 他现在也有一个新的方法了 就是说好吧 那你们都要落地嘛 对不对 其实各位要知道半导体也不是只有光靠制程 其实还有很多种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你看CMOS 我们的感光元件 以前用底片对不对 现在很厉害用一块细 然后我这个细 还可以用新的制程 这个解析度越来越好 那这个是原件 所以我的采访了解 就是说好吧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阻力 因为如果我投资的不对 那成本会上升 但也是助力 因为日本 比如说Sony在CMOS上面的技术 是很厉害的 然后Toyota Denso在车用上面 是非常强的 那我们有制造的能力 那我们就跟日本来合作说 以后车用需要什么样新的元件 然后我们知道车用线都是要认证很长 那如果我台积电一去 我就是按照车用线的标准去盖场 那我是不是更容易切入 我可以以后做得更省 而且我还可以做出 这个以前没有人做过的新的元件 那搭配我们台积电 很好的这个制程技术 看起来本来是一个逆势 是一个人家强要的一个局 但是如果因为你知道 其实IC里面设计也很重要 认证也很重要 那我如果透过日本 我们都各位都知道 现在这个电子产业里面 就剩下车用是一个很大的 大家都知道 很大需求的柄了 其实台积电现在非常积极的 要去切入车用 那日本跟德国 刚好就是车用两个大国 那好吧 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放心 而且日本政府愿意出钱 到美国目前为止 还没有拿钱出来给你 那他愿意出钱 那你把产给他 然后跟他深度合作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顺势 就切入车用的链 而且跟他把元件到制造 都可以深度 然后就结合他的车子 以后如果日本要发自驾车 那也许7nm就有点道理了 但是你的认证啊 场景设计 我就可以都在日本做 这是往日本的 那那个德国这边就是说 德国也想发展自驾车 所以循着同样的逻辑 他也会希望台积电 要把先进的制程放在那里 那这样子我们另外一路 往德国车系 这边台积电也会有角色 其实各位在越来越来越来越 越来越开越到台积电 在车用晶片这边的 渗透率是越来越高 你感觉明显成长就是了 现在车用晶片 为什么不缺 因为台积电的那个产能 开始车用那边开始大开 台积电才能开始 拨给车用 空出来的才能拨给车用 好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就是说台积电这么大的公司 他去做全球布局 一定有他的盘算 跟他长期的策略跟规划 只不过就是说 整个半导体景气的周期 现在目前看起来 Downton是蛮严峻的 这件事情 对台积电来讲 也是个考验跟挑战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财信双双看的 不同编辑宏达 来让我们节目 见面 在哪里 温暖宏达 开了 遜优劳的 我给你们一回合 我们在这一天 有个独播 前面 都正在 有个独播 有多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